母狼刚生下一个人类婴儿,就被吸血鬼首领发现,他毫不留情解决了母狼,然而面对哇哇大哭的婴儿,首领有了个大胆的想法,一年后婴儿长大成了个帅小虎,因为拥有着狼人的血脉,首领就经常让他潜伏进人类社会,捕捉大量强壮的男人回来,而被大强子感染了人类,一部分成了贵族们驱使的狐狸,另一部分成了城堡的忠实首领,就在首领洋洋得意的时候,他的女儿却爱上了帅气的大强子,首领知道后简直气疯了,毕 人是非常低贱的种族,为了洗刷掉这份耻辱,首领先是将女儿绑了起来,以此来威胁大强子束手就擒,就在他们折磨大强子的时候,城堡里的伟狼人们,突然封一般的朝地牢重来